这个结构性的理财产品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保本的,回报会低一些 有的是不保本的,回报就会高很多 想弄懂如何拿到17%的年回报 这个产品稍微会复杂一些 稍微花一些时间,我直接用例子和大家说明 比如我这个结构性的理财产品 我今年年底买入1万欧元 我这个产品最标的是某个股价 比如我年底的时候,这个股票价格是100欧 一年之后,如果这个股票价格还是100欧 或者超过100欧的话,那么我没亏嘛 它就会还给我我的本金 以及给我一个每年的利息17% 也就是1万欧的话就给1700欧 我拿到本金还有利息 此次产品就交易结束了 注意啊,股价只要不跌 不涨或者涨非常多 我都是拿我的这个利息17% 这个是固定的 如果一年之后股票跌了 就本金继续放在里面 不要出来嘛,继续等下一个季度 看会不会涨上去 它每个季度都会计算一次的 一年之后,10年之内 如果股票价格只要达到100 或者是100欧以上 我就会拿到本金1万欧元 以及利息17%了 如果前四年都跌了 没有到过100欧 那么它就一直一直计算到了第五年 第五年达到100欧 或者100欧以上的话 那么我就拿回我的本金1万欧元 以及我存了5年的话 5年的利息5乘以17% 再乘以1万欧元 就是8500欧元了 同时这个合同也就结束了 如果10年内都是亏的 一直跌,跌了10年 那么10年到期日就要做一个了断了 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股票价格在100或者100欧以上 我本金有1万 还有每年的利息17% 规则这个是不变的 拿10年的17% 1万本金还有1万7000欧的回报 就变成了27000欧了 第二个股票价格是60到100欧 亏损了40%以内 同样我也是拿回本金 还有每年17%的利息 所以下跌40%我也不怕 我还能拿到利息的 第三个股票价格跌到了40到60欧 亏损在40%到60%之间 那我就只能拿回本金 没有利息 但是我亏了一些管理费 第四个 如果股票价格跌到了40欧以下 那我就按比例来亏损了 比如从100欧 跌到了20欧 那么我本金就变成了2000欧了 这种就跌得比较惨了 产品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选择好的标的 对标的如果是股票 那么股票一年之后就涨了 一年我就拿到了本金 还有回报嘛 或者是第二年 第三年之后盈利了 那么我都拿到本金 还有回报 就算平时跌 跌到第十年的时候 不要下跌40%以上 我还是可以盈利的 那如果这个标的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公司 碰到它跌40%这个概率 就会小一些了 第二个是选择好的公司 如果股票一年之后没有涨 放在这个产品里面 可能会比较久 那么就需要这个交易公司 可以持续经营 所以选择高质量 比较安全的公司 也是很重要 第三个还有一些小细节 以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会安排两次webinar 详细介绍该产品 至少买入的份额是1万欧元 欢迎大家参与这个webinar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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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